高雄市湖北里临时摊贩集中厂,原来是违章建筑,去年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,高雄市政府为了灾民和摊贩的生活问题,特别准许地主提资兴建摊贩集中厂,容纳河西路一带的灾民和摊贩。 在市府出面的一次协调会议当中,曾经决定每个摊贩每个月的租金是300到600元,但是摊贩们却认为负担太重,都不肯乘租,因此使这些大分得很整齐的500多个摊位,自从完工以后一直空着不能够营业,大家都希望市府能够出面做合理的解决。